就只是红薄薄和郑智 他俩那位置离前面又太远了 而且你边上得有一个互为犄角之势 你才能把对方拉 说实话 如果今天结果还能保留一线希望的话 我也建议中国足协考虑换帅 为什么呢 下一场比赛是三月份 明天三月份 还有时间 主场踢马尔代夫 你打这么一场球 换个教练不至于有多大影响 真的 赶紧换教练 这个教练不能因为他亚洲比赛场球赢了 就好像怎么怎么样 这个教练确实是有问题的 其实就算这场比赛 如果中国队拿上一场的阵容来看的话 放在今天这个比赛当中 也有两个边路的这种进攻 这个效果还会好 实际上一场 这场比赛是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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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场比赛的 就算了解释道 给赛是一场比赛是一场比赛的